吳國怎麼被滅的? 春秋時期 吳王夫差率兵攻打越國 越國戰敗後 越王勾劍被抓到了吳國 吳子虛建議殺掉越王 吳王不聽勸 還派越王去放牛牧羊 三年後 越王被釋放回國 越王回國後 立志發奮圖強 準備復仇 他為了報仇血恨 晚上就睡在稻草堆上 還在房梁上釣一隻苦膽 每天早上起來就嘗嘗苦膽 以此來激勵自己 越王還經常到民間視察民情 幫助老百姓解決問題 同時 他還加強軍隊的訓練 經過十年的艱苦奮鬥 越國終於變得國富民強 於是 越王親自帶兵攻打吳國 並取得了勝利 吳王夫差後悔沒有聽從吳子虛的忠告 最後羞愧自殺 吳國滅亡